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史玛田赛马习坐 今天是2020年10月1日星期四的国庆日赛马 又到了赛马结果的时间 今天都有两个焦点 譬如梁家俊今天起了一个马堡 绝对是全日其中一个亮点来的 因为梁家俊也很少说会有很多马赢 他不是属于很多马赢的那种骑士 但今天表现都相当出色 另外他太太原来今天是生日的 所以庆祝 另外赛若翰这次出马他并不多 但每一只都是热门来 但表现就只是一般般 究竟这个马房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这些马是否热得过分了 还是真的表现是有些改变了作风呢 另外有一件最新的消息和大家提回 因为星期天晚上 香港赛马会都转播海船门大赛 其中一只热门马就是今天无端端宣布退出的 就是说那只 你现在看着是love 就是在画面看到的 中文叫做心之所无 是因为那个场地的问题是退出的 于是我白人现在就剩下那些什么日出之国 一国元首 那些业佳巨头那些 那份量呢 那个战马份量就没有那只是心之所无那么高的 因为心之所无 绝对是今年的后起之首 就是有马后的级数风范的 预料他跟enable成全堡是会有一番恶斗的 那现在退出了呢 海船门大赛又少一个亮点 这个比较可惜一点 那现在就看长途马王 和2400马王的对决 就是说完乐器 和成全堡之争而已 那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 都提提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影片途中有广告 都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贵手 看完它 那就开始今天赛事的赛马结果了 今天其中一个焦点歧斯 当然要数梁家俊 那他今天赢了两分赢 那就起了孖子了 那也有一些即时的新闻 都告诉大家 原来今天10月1号 就是他太太Kid的生日 37岁的生日 那这个就不是我说的 OK,就是乡土 有些人又报了料 就说他今年37岁 那原来呢 梁家俊也并非是第一次 在太太的生日 就是说是10月1号赢马的 那原来上季他也是有赢马的 那上季他是拆棋了一只电子群星 那也是冷冷的 那他胜出了 那今年就直接起过孖子 那其中一只都是冷门来的 那只会展达人 那新算是梁家俊今天赢的奖金大概是12万 松一点 因为两场第四班 那马猪收57万 那他10个percent 5万质 加上是11万多 加上二话不说的PACE 那里应该是几千元 加上有利共赏的高班赛 那大概是12万多一些的 那就可以和太太庆祝一个丰富的生日了 如果说梁家俊今天的赢两场马 那当然是说他骑得好 但是其实并非每个都跑得好 譬如说以我心目中 飞马辉煌的发挥 其实就未尽完美 我并不知道 因为他是拆棋指示 还是什么原因 即是起步 他是反而起步在前面之后 就捉住 就被那只大崇威卖的 其实如果简单一点的跑法 这只既然是大热门 他阻断够快的话 不如索性自己多多几步 自己快 让大崇威跟着他 那变成了直路 其实他因为跟着大崇威走 那入直路要再拉出去 其实也有点这么多的险象 不过马实力是高过其他对手 所以就轻松胜出 至于会展达人 反而能够用到快放战略 马是略有进步 而今天梁家俊控制沿途的跑法 都可以说控制了局势 不论步速或各方面 都保持得很好 那入直路也可以贯注到底 反而这场赛事 我认为他的发挥就比飞马辉煌那一场好 那梁家俊其实最当红的时期 就应该是他骑美丽传承的时期 但后来匹马换了潘顿之后 其实梁家俊的声势也下降了 就代之而起 就变成了何宅耀 现在是当红的华将 但是其实梁家俊还是保持着 每季都有些成绩的 就是要他赢一季 二十多三十多场都没问题 如果以两位华将的比较的话 我就会觉得 譬如说是 何宅耀的骑攻是比较幼少一些的 就是走位的分寸是比较讲究一些 那么梁家俊就硬攻来说是一流的了 尤其是以华籍华人的骑士来说 他都很硬正 但是分寸的确是没有 就是那个分寸是何宅耀好一点点的 但是梁家俊也是好的 而其实梁家俊之前成绩有低落 其实那些银河飞马之前也有些问题的 就是并非每个马都跑得这么出色的 但是今季既然现在开好头了 也有两位华籍联马斯比马去赢 相信今季梁家俊如果跑回正常的梁家俊的水准 今季要赢回多一些头马 甚至挑战何宅耀的华晋一哥地位 都并非不可能 因为他也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又补多一句 其实很多华籍骑士本身也很有能力的 并非只是梁家俊一个 主要华籍骑士的问题就是没有坐骑 很简单来说 就是多数实力坐骑在外籍大师傅手上 华将他有实力马是可以交到的 但是通常都没有实力马 这个就是所有下游骑士或者华籍骑士 特别要面对的问题 看看梁家俊可不可以得到多一些支持 今天大多数都是华籍马防比马 看看之后他可不可以和这几个华籍联马斯的关系继续保持得好 就可以多马赢了 另外一个就比较值得大家关注就是联马斯的蔡若翰 今天其实蔡若翰出马的并不太多 你当他四只其实并非大举出击的日子 而且就算今天国庆杯他也没有马跑 可能要等到10月中 就是沙田錦标那一天才开始有多一些蔡若翰的马出来 暂时蔡若翰的成绩就OK的 在季初开局都不错的 赢了五场 但是今天就全部都撤了 只有那只大热门的美丽多多 就叫做保住一席的位置 其他几个没派彩的 当然了 其实这几个里面是不是真的值得这么热呢 那些粉丝狂欢那些是一般般的 其实美丽非凡呢 我都认为是一只根本上已经是一招了 已经是低落了马来的 这次仍然只有6.8倍 我认为是绝对偏热 一切顺利 其实这只马初出都很多人憧憬的 甚至我自己在Patreon的群组 都跟网友说是OK的 因为他在外地 这些又是David Price 的马 在外地做好基本功夫 来到香港市集就纯粹轻输脚头而已 估计可能会有些表现 但是跑出来结果非常之一般 甚至我现在跑完第一次 断定这只马都一般的 David Price 有一只可能比较失败少少 就是这只一切顺利 而粉丝狂欢也是David Price 的马 其实我上季都拍过片讲过 蔡若翰的问题 就是蔡若翰整个在澳洲的基本训练 整个产业链断了 因为史武顿 就是他在澳洲的主要连马拍拨 没了牌 令到他也受到一些影响 而一切顺利和粉丝狂欢 这两只PPG 其实出来都并不太对板 现在跑出来的效果当然一般 就算用莫雷拉也没用 而两匹美丽系的马 其实今天这两匹 都是有点怪怪的 美丽多多 本身之前也有一个慢闸的先例 并不治一次 基本上他出赛都有一半的机会出赛慢了 古古怪怪的 但是今天乖乖的 这马没什么大问题 结果也算是跑到第二 其实已经算是这样了 根本上不值得捧到这么热 因为他只是四班winner 美丽非凡这只马很厉害 只是厉害初出那次 之后也没什么好 就算现在减了些分 下到第二班 对付这些对手 其实他都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其实可以断定 今天这四匹蔡若翰出赛马 全部都是因为追捧的马房 或者彩衣 名牌等等的效应 或者大家对蔡若翰的PPG 特别有这个憧憬 令到这些马全部偏热 基本上这四只马 其实前景都很一般 可以断定 可能粉丝狂欢未足 那些一切顺利 或者美丽非凡 之后跟进的价值也并不太大 美丽多多都是一只普通的三班马 那蔡呢 其实今季的头马 当然也有达易胜出 但是也有那些幸运飞驱 或者开朗日那只的凌駕 那都是比较冷漫一些 但是并不代表 我认为并不代表马房转型 我认为仍然是蔡若翰面对 比如说在澳洲的基本训练 就断了那个问题 而且他手上有部分的马 还没有很上力 而且蔡若翰也习惯了 是比较持发力的 那看看今季 蔡若翰现在在9月 赢了五场马 相对已经算是多 而今天就只是当一个个别的日子 蔡若翰没有把一些比较好的马拿出来 正常来说 蔡若翰之后的前景也是OK 只不过也要提醒大家 捧蔡若翰那些马 也不要太过没有名气 或者一当莫雷拉跑 就一定会有 今天大家看到的 蔡若翰加莫雷拉 未必代表一定有 都要看回马匹的实力先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每月课金支持我的patreon会员频道 以及youtube频道也开放了 有更多文字和whatsapp频道的内容给大家 如果大家不想课金 只想看影片也没问题 只要像影片的 现在螢幕的左上角一样 在影片下面给个like我 或者留言去支持我 甚至把影片分享出去 like,comment,share 我都一样会感激大家的支持 最后多谢大家收看 在今期的闪马田唱话习作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